就是气势如虹的边梁木拱架 它由梁木穿插别压形成 三节苗是木拱结构最先构建的部分 取九根柳山木 一头制成卡口顶住桥台的枕石上 另一头制成止损连接韧性好硬度强的方形横梁大牛头上 组成一幅三节苗斜苗 同时在河道的另一边的桥墩上 同样如法炮制另一幅三节苗斜苗 两幅斜苗之间再用数量相等的平苗 以燕为损方式由上向下打入两边的牛头横梁上 至此两幅斜苗和平苗连成八字形三节苗结构 桥头两边树立将军柱后 通过穿插别压构建五节苗 斜苗小牛头横梁和平苗完成后的五节苗 完全与三节苗编织在了一起 共同来承受传递桥向下的重力 为了让桥体更稳固 用X字形剪刀苗来避免拱跨左右摇摆 由于桥板苗比较长 所以又在它的下方用俗称青蛙腿的组合架支撑 有效加强了桥板苗的刚性 编梁木拱结构 以小构建形成大发动 独具匠心 巧夺天工